大家好 这一期我们还是来讲Comp UI 之前呢我们说了脸部的修复 那么这一期的话我们来讲一下 怎么样去实现换脸 然后我们来打开我们的这个工具 然后这是它的界面 稍微放大一下 那么这边的话 我们需要用到一个新的节点 就是这个 换脸节点 我们使用这个节点呢 就可以用Comp UI来实现换脸 我们之前也给大家推荐了不少工具 根据大家实际的情况 可能有的人也会遇到一些问题 我们用这个Comp UI来做 这个流程就比较简单了 好我们就直接开始 大家看这个节点 这边有两个图像 一个目标 一个是圆图像 那么这边的话我们需要两个图片 两个加载 就是一个 再拖一个出来 它这个意思就是把这个圆图像 把这张图片上的脸 把它贴到这个这张图片上 就是目标图片上 然后我们先来选两张图片 这个的话我们直接用我们之前生成的一张图片 然后这个的话我们来找一张 这样的话我们之后实现的效果 应该就是把下面这张脸贴到上面这张图片上面 好 这边我们就接着往过走 然后呢图像 它这应该就是换脸之后的一个图像 我们这边的话做个预览就可以了 当然大家也可以保存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换脸 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换脸了 然后这边参数这边的话 我们需要稍微去调整一下 首先这个节点肯定是要启用的 这个没什么说的 置换图形这个大家其实可以随便选 有好多模型 检测模型也是 修复模型 我们可以选一个 这个修复模型它比较快 我们就选这个就好了 然后下面这两个参数呢 是控制最终这个预览图像 这个修复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通常来说默认1就可以 把这俩都选1 当然如果最后结果出来之后 你发现这边图片修复的有点太过了 那么你可以去相应去去减少这边的值 检测性别 我们这都选否就可以了 原目标所以 就是我们当一张图片上 有多张人脸的情况下 那么可以通过索引 然后来指定使用哪一张脸进行替换 连印的话就是代表第一张脸 这个我们待会也可以去做一个尝试 下面这个保持默认 好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运行 连一下 这边需要稍等一下 第一次运行需要加载这些模型 好我们这边结果出来了 看一下这个换脸之后的效果 被换成了下面这张图的一个脸部 这个效果是非常的好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多张人脸的一个替换 我们来画张图片 大家看到这里面有好几张人脸 因为我们是画的目标图像 所以我们这边目标所以 我们先看一下零的情况下 是代表什么样的结果 点击开始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果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脸呢 发生了变化 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个零代表第一个头像 然后我们这边去换一下 把它改成替换中间的那一个 那么应该是2 中间这个头像 我们再来看一下结果 好大家看到是吧 这个呢就发生了变化 这是我们这个 所以的一个作用 好我们再来对换脸的这个流程 去进行一个修改 然后这边这几个模型 其实它并不是 必须都是在这个地方进行使用的 因为这边你需要的模型越多 那么其实它在这个一个节点里面 它需要执行好多的事情 那么就导致这个换脸呢 它会有一点慢 所以我们有一些这种模型 有些过程呢 我们是可以放到外面去进行的 比方是这个修复 那么我们这边选择无 大家先看一下这个 现在没有的情况下 它这个脸部呢 应该是比较模糊的 大家看到这个脸部是吧 没有进行修复 那么我们在外面对它进行修复 对这个图像 然后在这边去进行这个修复 那么我们来搜索一下 搜索不行 这边需要新建一下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脸部修复 大家看到我们通过这个修复模型 然后呢我们这边把它连出来 这边可以搜索 这是我们刚才选择的那个修复的那个模型 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模型 对这个脸部进行修复 那么在这边 我们直接给它脸一个图像预览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就可以了 好两个图像 这个应该是没有修复的 那么这个也是修复过的 好再来运行一下 我们来对比一下 大家看到这个是经过了修复 我们之前这张呢是模糊的 没有经过修复 这是我们其中一个改动 然后这边我们还需要进行另一步改动 因为这个头像 它需要的只是这张脸 其实我们不需要它整张图像 所以这边呢我们可以对脸部进行一个剪切 那么这边的话我们还是 先进行一个节点 然后这边就选这个修复 这边有个脸部剪切 这个是对脸部进行检测 然后呢我们这样去连一下 把它阅览一下 我们先进行脸部的一个搜索 然后把这个脸部的图像呢 去作为原图像 可以省一点这个运行的时间 好我们来运行一下 好大家看到这边是吧 它就把脸部切出来了 然后这边脸部呢进行这个替换 那么这些改动呢都可以提高这个运行的效率 图像的这个换连 就那么简单的几步我们就可以实现 好这是图片的换连 接下来我们说这个视频的换连 把这个删掉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这边需要的一个视频 所以我们这边需要一个 加载视频的节点 然后一个加载视频 这是我们这个加载视频的节点 然后我们重新选一个 然后呢我们把它连起来 把它作为目标图像 这边有几个参数 这个视频的名字 这个不用说 强制帧率 保持默认就可以了 强制尺寸也选择这个 然后帧数读取上线 0 意思就是没有上线 跳过第一帧 不跳过啊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这个这边的参数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也需要做一些修改 因为我们这边最终是得到的是一个视频 这边有个合并为视频 因为它视频本质上是个序列帧 然后最终组合起来的一个结果 这边我们来这个参数 帧率8肯定不行 8太低了 25或者更高一些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选 循环次数 我们不需要循环 这个大家可以随便改 改不改都行 格式需要改一下 当然如果你需要这个 GIF格式图片的话也可以 我们这边选一个视频 MP4 下面这些保持默认阅可以 它们一定要去修改 或者把这个改一下 改不改区别不是很大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 视频换脸的一个流程 接下来我们就来执行一下 点开始 大家需要稍等一下 视频稍微会慢一些 好我们看到这边合并完毕了 看一下结果 这个脸没有换过来 为什么呢 我们检查一下 是不是哪块弄错了 啊这忘了改了 这我们要恢复脸 看一下啊 还有没有其他弄错的地方 还有一个 这有个声音 我们把声音一定要接上 然后这个你不接的话 那么最终视频这边是没有声音的 好然后我们再来运行一次 这边的话它一共是166张图片 整个这个视频166帧 这边的话我待会直接跳过了 我们直接看结果 这边运行完了 这回这个脸呢是换过来了 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然后最终这个视频 它导出呢是在这个 output这个文件夹里 然后我们来找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刚才导出的视频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效果还是非常的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 视频换脸的一个流程 那有一点必须说明 这个视频换脸的速度 它确实不如那个 其他工具快 但是相对来说 整个结果啊 以及过程 我们是可以掌控的 也有它自己的优势 我们之前用图片换脸的时候 你可以自己去选择一张图片 然后来加载 然后也可以通过文生图的这种形式 然后去生成一张图片 那总而言之 我们这个换脸 如果说仅仅只是想换脸的话 那么这个Comp UI 总是可以做到的 而且过程呢也特别的简单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来试一试 好 那个我们今天就说到这 大家拜拜